嗨,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无敌重要的一个教学 这个教学重要到就是如果你学会了啊 一定要跟你周遭的玩GoPro的朋友呢做分享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为了你的GoPro选择一张适合的记忆卡 OK,我们在挑选记忆卡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两个标识 第一个标识呢就是class 也就是我们的速度等级 第二个标识呢就是我们的Uclass 也就是我们的UHS速度等级 我们的class呢分成四个 class2,class4,class6跟class10 那我们的Uclass呢分成两个 U1跟U3 这两个呢基本上都是数字越大 我们的传输速度就越高 那我们的GoPro呢至少要class10跟U3 那我们确定这两个标识呢都达到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确定它的读写速度 那主要是要看它的写入速度 我们如果要符合我们GoPro最基本的拍摄呢 我们至少写入速度要达到30MB每秒 那如果呢你发现你想要使用4K啊或2.7K啊 或者甚至使用独特于GoPro的Protune设定的话 至少至少你的写入速度要达到60MB每秒 当我们确定了这几项之后呢我们最后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容量 那有16G 32G 64G可以做选择 那Hero 4的玩家呢又提高了可以到128G 那我自己个人呢都是使用64G 我拍摄完一整天呢都还会大约剩下20到25%的容量 所以非常的够用 那如果有些玩家可能担心真的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买到128G Sandisk跟Lexar呢最近呢都各出了一支非常不错的记忆卡 也都是相容的 那大家如果看到这里呢还是有一些些疑虑的话呢 我影片下方的叙述区有提供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呢就是GoPro官方提供给各位玩家呢的一个记忆卡推荐清单 上面呢都有提供产品的名称、型号 然后呢是否适合各个系列的GoPro 那我自己个人呢目前都是使用Sandisk的Extreme 还有Extreme Pro Lexar的633X系列我也有使用过 然后目前的这些记忆卡使用下来呢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今天的经验分享跟教学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之后呢都可以挑选到适合自己的记忆卡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可以给他一个赞 那如果超级无敌喜欢的话呢 然后又不想要错过我们之后的影片呢记得可以订阅 那我的左边呢是我们的上一支的教学影片 然后我的右边呢是我们用GoPro拍的一些小短片 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点过去看看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在留言区做留言 或者对未来想要看到的教学影片呢也可以提供在留言区 那各位尽快的过去看跟做回复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咯 拜拜